台东比西利安部落制作部落地图 将传统领域山川跟海岸 全用成缩小版 让大家一目了然 制作地图过程相当依赖部落其劳 特别访问八位部落其劳 记录出83个传统地名及历史故事 地图上特别有黄旗标示 从今年三月开始制作比西利安部落地图 部落今年利用空闲时间跟老人家沟通 了解部落的传统领域跟传统地名 也让部落透过制作地图更加凝聚 部落地图可以连结我们部落青年 跟老人家之间的一个沟通话题 因为之前老人家去山上的时候 其实都是口头讲说以前的故事 那年轻人其实比较没有概念 他们做这个部落地图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模型出来之后 其实老人家他讲得更清楚 然后也比较让年轻人知道说 他的地理的位置这样子 透过老人家的生活智慧 再结合年轻人的现代知识跟技术 让部落的地图就这样摊开在眼前 而一路陪伴之座的 台湾环境知信协会提到 大到传统领域 小到一个传统地名 都是部落活生生的历史 就是它是一个比西里安的传统领域的地图 那就是我们把这个地图做出来之后 请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哪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传统地名 那这些传统地名背后 其实讲的就是部落的历史 透过足以见过初的传统领域 就能看到各族群在台湾这块土地 生活的足迹跟历史 透过传统地名连结土地 也能让年轻人更清楚了解地名的由来 对土地更有情感 也更能拟击出守护传统领域的力量 接着法务了 台湾成功 采访报道